5月14日 香港保安局宣布 根據港版國安法 凍結了黎智英持有的71%的壹傳媒股份 以及黎智英擁有的 三間私人公司的銀行帳戶財產 香港記者協會隨即發聲明指 此舉破壞香港法治和香港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記協主席楊建興認為 近期 港府官員 已經多次不點名批評《蘋果日報》 官媒評論也要求取締《蘋果》 所以 此次當局的舉動涉及政治因素 不僅打壓壹傳媒 並在新聞頁製造恐怖 香港進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 呂炳全認為 本次行動只是當局封殺壹傳媒的第一步 目的是讓香港蘋果停止運營 他擔心 當局在7.1前 還會有升級行動 雖然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建宏表示 事件不會影響壹傳媒 及《蘋果日報》的運作及資金財物 不過當天 台灣《蘋果日報》突然宣布 自5月18日起停刊紙本產品 公司將裁員326人 英國人權組織香港觀察創辦人羅傑斯認為 國際社會應該使用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 制裁那些涉及此事件的官員 做出適當且應有的回應 其他國家 包括美國 加拿大 澳洲 和其他國家 必須把香港公司的負責責任 負責香港的自由 自由 自由 民主 法律 法律 和國際商業職業 不僅香港新聞自由和媒體環境美創愈下 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14日公布的最新調查結果 香港學術自由也日益受到負面影響 在對7216名港人的訪問中 有近六成人認為 國安法對學術自由限制大 無形恐懼 不僅令一些人自我審查 甚至也出現了文革中的相互揭發和舉報這樣的扭曲行為 新唐人記者李蘭 紐約採訪報導